老夜偵訊陳崇文十五號走出北檢 涉嫌土利僅用監視器業者 訊後裁定兩百萬交保 而現在高院發回北院 可能重新裁定手牙 平面媒體報導 陳崇文護航台智光搶標案 還開新公司當下包 涉嫌充當白手套 專小組調查的 利奇雲端科技負責人康利奇 正是陳崇文的友人 他承認投資三百萬 公司成立後把股款匯走 遭控違反公司法 廉政署也發現 陳崇文和常商多次飲宴 不必會一起進出聲色場所 傳出有女陪室的第二攤 所費不資已有對假關係 而台智光明明非首選 卻可以簽下長約 議員遭控強勢護航 就連該守護預算的市警局長 政風處首長 也曾拜託民進黨籍 林世宗 王世堅財文立場 看預算 確實市警局有來 這個私下來拜託 我跟林世宗議員 那個背景很強硬 而且他們關係人脈很豐厚 我的部分 他們還透過我地方上 我們地方上的大佬支持者 動用了這些關係 就連一百五十萬元 交保的前市府殯葬處公務員 現任臺智光顧問陳豐源也遭報 利用府會聯絡員的身份 打通藍綠議員關係 只要質詢 臺智光預算不合理 辦公室就會接到他的電話 我們聽到的是 他有央請很多位議員 那那個部分我們就不遍說明了 三連八議員涉攤 檢調大動作調查 過去陳崇文特別關心監視器 軟硬體業務 還有多少人涉案 也將抽絲剝繭 水落石出 三雙黃金球 我本宣 泰報道